4月29号是在1957年的返游运动中 被划为右派的北大才女林昭女士 殉难46周年 林昭墓坐落在苏州郊区的陵岩山上 当局不但在林昭墓四周设置了铁丝网 而且在它的后上方安装了摄像头 监控前来这里扫墓的人们 2008年初 一些网民发起林昭死难40周年祭奠的倡议 自那之后 每年林昭的忌日都会有人前往林昭墓祭奠 当地警方也常常对祭奠林昭的人进行监控和阻挠 而今年警方的控制比往年更严 4月29号早上 来自各地的上百名网友汇聚在苏州 集体前往林昭墓祭奠 当局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派出大批警察特勤和便衣 阻挡人们祭奠林昭的活动 据维权网报道 警方在通往林昭墓的各路口设卡拦截 数百网友被强制拘押到派出所中 无法到达林昭墓前 另据刘世辉律师介绍 百余人被暴力清场 多人遭到殴打 在美国之音网站一位网民说 剥夺了林昭无辜而年轻的生命 30多年后的今天 还对给他扫墓祭奠的人们大打出手 这是何等凶残暴虐的政权 好一头温和的狮子 网民平民说 到墓地维稳去了 可悲 既然如此害怕 欺恶从事案吧 回头是案 当天晚上 被扣押的各界人士陆续获释 广州维权律师唐精灵 被遣返回广州 继续拘押了一天后 才被释放 指控他的罪名是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广州维权人士贾品 虽然也和大多数祭奠林昭的人 一样遭到关押 但他获释后第二天凌晨 趁警察尚未上岗之际 成功地重返林昭墓地祭奠 那么林昭究竟是一位 什么样的奇女子 能够在离开人世几十年后 还让许多陌生人 争先恐后的缅怀和纪念 带着这个问题 独立制片人胡杰 花了四五年时间 寻访了八十多位 认识林昭的人 使许多紧闭了几十年的嘴 终于张开 最后拍摄出 寻找林昭的灵魂 并且获得2011年 阳光华语纪录片 长篇组金奖 有中国青年报记者 江飞撰写的 与该片相关的文字报道 寻找林昭 不但获得2004年度 冰点周刊最佳特稿奖 而且被知名作家张一和 评价为他所看过的 描写林昭最好的一篇文章 和不少人一样 林昭对中共的认识 也是经历了盲目追随 逐渐醒悟和彻底决裂 这三个阶段 林昭年轻时 不但在与朋友的通信中 多次把毛泽东称为父亲 而且在中共建国初期的 土改运动中 他和土改工作队其他队员 还曾残酷地折磨一位地主 然而上大学后 冷静的观察与思考 使林昭幡然悔悟 在北大的自由空气中 他逐渐走向成熟 1957年5月19号 在毛泽东引蛇出动的阳谋中 北大中文系学生 张元勋、沈泽怡 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 揭开了北大519民主运动的序幕 张元勋因此成为众矢之地 极左派学生称他大字报中的话 是反革命煽动 在一次激烈的辩论中 林昭义无反顾地跳上桌子 驳斥对张元勋提出的那些 上纲上线的批评 他在回答对方的盘问时 斩钉截铁地说 我叫林昭、林、双木林、昭 刀在口上之日 最后这句解释 不但令人荡气回肠 而且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 这一天成为林昭生命的转折点 不久他就被打成右派分子 而且是北大唯一一位死不检讨的右派 1960年10月 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 星火在苏州被捕 在长达八年的牢狱生活中 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 用竹签、发夹等物 戳破自己的皮肉 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 用鲜血书写了大量的诗文 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 而是太多 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 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 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 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 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1968年4月29日 林昭在上海龙华机场被枪决 第二天 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通知此事 并且问家属索取五分钱的子弹费 1980年8月22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林昭无罪 并且认定该案为冤杀无辜 同年年底 在北大部分同学和老师 为林昭补开的追悼会上 出现了一副无字晚联 上联是问号 下联是惊叹号 尽管二十多年后 没人能够回忆起这副晚联的作者是谁 但大家都承认 他的确是对林昭短暂的一生 最好的诠释与哀悼 林昭在反右运动期间 说他自己的观点很简单 就是人人要平等 自由 和睦 和蔼 不要这样咬人 尽管林昭当时的言论 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 只是常识而已 但他的一位老同学说 在那个时代 把常识说出来 就是反革命 最后 我们就用百度百科 对林昭的评价 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是暗淡的 在固准带来光彩之后 林昭再次带来了光彩 它是一个象征 一种精神和人格的象征 对林昭进行人格评价 人们不能不顾及偷生的大多数 同时 却不能不面对林昭 从这个意义上说 林昭的姿态 不仅使一段历史 有了些许亮光 而且拯救了人们的道德底线 VOA卫视记者江河 华盛顿报道